好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裡有一個聚光燈的功能 沒有 還沒講到的齁 什麼叫做聚光燈 其實你平常看我剛剛在這樣 我們在演習的時候 不是常常在那邊放大縮小嗎 對不對 好 比如說在這裡 我常常會做這個動作有沒有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不見得每一個 就是你的畫面你在錄的時候你就記得做這件動作啊 因為我是訓練有數 常常都在做 所以我會比較記得 但是有些時候你可能在錄的時候你並沒有這樣做 但是我要給別人看的時候 可不可以也有這種功能 可以的 這個呢叫做放大鏡的功能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功能其實有我們這個小軟體我給你 Zenit 免費螢幕放大那裡 別換裝的 你這個Windows 7以後都支援 它這個是叫做放大鏡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 如果你是在這邊 這個 我在這裡 因為通常都是錄螢幕畫面比較多 或者是你抓螢幕上的畫面 假設我抓一個全螢幕 我在這邊來抓一個全螢幕的 好 就是這個畫面 OK 全螢幕 好這樣我抓完了 那現在抓完了之後呢 我稍微把它你看一下 好 但是我希望呢 我在講這個內容的時候 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這 在上面這邊呢 有一個 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 西西的旁邊 這邊 有沒有一個這樣插入放大範圍 如果你要插入字幕這邊可以加 當然字幕還是要自己打 還是要自己 只是它預設會放在下面 預設放在下面 我們看一下左邊這個 放大範圍 你看要把它點一下 好這個時候呢 在我們的裡面 會出現一個這個框框 外面這個框框 有看到嗎 這個框框就是放大的範圍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看到標題的部分 這樣 那麼待會我輸出的時候 就只有標題 我先把這個先拿掉 這一頁我先丟到後面去 然後呢把後面的先拿掉 不然等一下輸出會比較慢 好 我就只做這樣 因為你這樣撥放不知道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做一個輸出 你就會很清楚 它指的是什麼 那 在輸出之前 我先給各位看 你看喔 我這個加進來的時候 這個加進來的時候 它在這邊 在下面這邊 有一個叫放大範圍 看到了喔 現在放大是從哪裡放大 這是從大概第二秒以後開始放大 如果你希望它早一點放大 中間是有一個Droom 就是這樣 就是Drooming的那個效果 中間的效果就是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所以你如果要它早一點放大的 你就把它往前抓 往前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先調整好之後 我來這邊做輸出 好 一樣的 這樣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沒有眼線 好 是 Demo就可以 又要回答問題 忘記了 應該把它放到第一站 好 好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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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跳 也沒有放大的效果 對不對 這個叫做事後補強 所以你可能在錄的時候你沒有做 但是我可以事後的時候 雖然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抓螢幕上畫面 可是影片上根本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對不對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那個地方放大 那相對的 也是有類似的情形 什麼樣的情形 今天如果你不是用這種方式 那我希望它 這個我就先拿掉 我希望它有一個聚光燈的效果 什麼叫聚光燈 我畫面這麼大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隨便亂看 看到我要給你講的那個雕 就是重點在哪裡 所以你看這裡 右上角一樣 跟剛剛的再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一個叫聚光燈 聚光燈 好那你把它按下去 這時候焦點就會擺在 看你知道 你希望它看的時候看哪裡 其他的就會變得比較暗 這叫聚光燈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先有個概念 先有個概念 雖然這些功能不見得一定會用到 不見得一定用到 但是就是 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可以做一個參考 像這邊這樣齁 你把你的重點給它 它到時候就是只有這個地方有的 好 這樣一下 我又忘記把它拿到前面去了 好啦 點這邊 你們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它就不會看到別的地方 因為你要它看的就是那裡 齁 好 OK啦 所以這樣子呢 你會稍微比較了解一下 就是這裡有的 有的東西 其他的 我看一下 子母畫面應該還好 子母畫面就是 你插入兩段影片而已 對不對 一段比較大 一段比較小 齁 對 如果你要靜音可不可以 可以的 假設你想要靜音的話 我先幫它 除一下 好 這裡 如果你的哪一段影片 你想要靜音 你可以把他的聲音把它停掉 聲音把它停掉 或者是把它刪除掉 影片的屬性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這邊 聲音 咦 這裡面沒有嗎 咦 不能假的 我們要確認一下 這個東西可以調整 好 聲音的部分我稍微等一下 我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記得人在說 應該是不會 一定有聲音 好 聲音 好